梦想 梦想是推動我們向前的動力 但是在今年累月中 梦想常常被遺忘 為記住自己的教師梦想 這班同學寫了一封給自己的信 我希望我成為一個老師 是好像跟學生是朋友一樣 不會有什麼架子可以打成一片 但是同時希望他們 都會對我有一種依賴 有什麼事可以找我談 希望可以成為一個受人尊重 以及彼此之間都會有一個互動的關係 為加強澳門師資隊伍的建設 教育企青年局繼續設立 優秀學生修讀教育課程之助計劃 以及培養蒲語教師及語言人才之助計劃 鼓勵澳門優秀學生修讀 包含師範培訓的學士課程 以及到葡萄牙修讀蒲語教育課程 鼓勵了我們讀師範的人 去為自己的夢想 為自己的目標而努力 去做一件事 將我所學到的東西 將教育的理念 繼續承傳給下一代 其實這個資助真的幫助我很多 因為我有兩個願望 第一個就是我希望可以 不是單單留在澳門 也想去其他地方去見識 也明白教育制度 第二個就是我希望做一位老師 而這個資助就正正可以 滿足到我這兩個需求 所以我就拿這個資助之外 我真的開心我成天 因為這個計劃才可以堅定 我要去做門律師這個方向 變成我們就可以不用擔心學費 而專心去我們的學習 你學習一種語言 最好的方法就是去融入當地的文化 融入當地的生活 你可以透過跟當地人一些交流 跟當地學生一些普通人聊天 又或者你去到當地超市買東西 去餐廳吃東西 等等這些很簡單的日常生活 你都可以提升自己個人的浦語 的會話和聆聽的能力 但是你因為出國讀書的花費 都並不少 這個計劃也很好 可以得到教育局的資助 可以大大減輕到家人的負擔 在兩項資助的頒發儀式上 學生除了獲加許 更在主例嘉賓的見證下 將自己的教育理想和期望 存放在我的教師夢想寄存箱中 教清局老柏生副局長 也勉勵同學們為自己的教育夢想而努力 教書育人是一件十分專業和神聖的工作 任重而導緣 充滿著挑戰 既然選擇了教書育人這個美好的夢想 就希望各位憑借著自己的智慧活力和決心 潮著這個目標奮進 實現自己的抱負 優秀學生修讀教育課程資助計劃 自2012、2013學年設立 有當年獲資助的學生已經成為老師 更和一班學底學妹分享學習和教育的體驗 時光飛逝,日月如梭 在兩年前我和在座的同學都是一樣的 成為了這個計劃的受益人 轉眼間我已經由學生的身份變成老師 站在教育的最前線 教師證背後有一句圖恆之先生的名言 學高為師,身正為範 作為老師我們要有紮實的專業知識 也要有良好的道德品格 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同學 可以繼續努力充實自己的學識 以及提高自己的品格 為成為一個優秀的老師而努力 也有前秀慧學生認為 計劃鼓勵了一班有志投身教育的學生 對我們讀教育的人 是一個很大的鼓勵和鼓募 因為我記得很久之前 人們覺得讀教育不是一個很受人重視的行業 他們覺得讀教育的人 可能社會地位不夠其他人高 當時我記得很多人 我聽過很多老師說 很多老師就去做其他工作 都離開了這個教育界 其實我會覺得有這個獎學金 吸引到真正想讀教育的人 一個動力留在這個教育界 教書育人的道路上充滿挑戰 期望這一班教育界的新鮮人 未來都能夠堅守對教育工作的熱誠 莫忘初心 希望大家彼此見到一個良好的溝通橋樑 而不是我 以前的教育模式就是 一直只有老師說 學生就比較少出聲 我希望我的學生可以做到 可以主動探索 主動學習那種學習模式 希望可以幫助我的學生 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以及可以令到他們 在他們面前有任何困難都好 他們都可以用正面的態度來面對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我很出奇 為何會讀教師這方面 因為很多人都跟我說 其實這方面很辛苦 你還要做幼稚園老師 更加辛苦 為何我會去做呢 因為很多人都叫我 不如去做其他事 這是我的夢想和我的志向 我不會因為別人說一兩句話 而放棄自己的夢想 我會堅持到最後 我會堅持到這些 要求我在大半島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